Hello 大家好 我是Suan 今天是我在英國的May 21日 明天就有一個好日 晚上就會回到Hithrow 搭飛機回香港 這次實在是買得比我預期中多很多 你一定不會說起你遲遲都是這樣說的 真心的 我這次出發之前 真的只想買一些同裝 買一些小朋友東西 中間快閃了 法國兩天一夜 我也是想去法國買一些小件東西 可能在香港也貴一點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看我的IG story 就會看到這個白色的Chanel 巴黎總店的紙袋 全球的Chanel都是在用黑色紙袋 真的只有巴黎的這間康龐街31號的Chanel 會用這個白色紙袋 去Chanel之前真的走過的時候 覺得儘管進去潮客性 如果有東西適合買到白色紙袋出來 當然是最好 但如果沒有是完全不要緊的 一直走都看不到人龍 我平時不是說要排隊 我還問外面門口的哥哥 我想問是否可以進去 然後她說是呀 進去 因為她本身也有安排一些SA給你 她會叫你坐下來等一會看看東西 然後就會有一個SA過來找你 這間店是超級大 而且也有很多東西 無論是衣服或是袋子 所以我的SA就不是一個Asian 她是一個衣衣 然後非常之好 本身就是想進去看一對耳環給Heyman 所以我的第一個戰利品就是Heyman的生日禮物 是一個可以長大很簡單的 而且也很適合她的一對耳環 然後我就再想想 我還有什麼在wish list上面的東西 是未清空的呢 其實就是一個Tweet的Chanel 最後就是這個了 真的想跟大家一起開箱的 登登 這個袋在香港都有 完全不是法國限定的 好開心啊 現在看到她的 其實我現在買袋真的謹慎我以前很多的了 就是不會再買一些可有可無的袋子 一定是買一些我知道自己 就算以後看回都會覺得很開心的袋子 真的十年後拿出來 你的心都會掛著她的那種感覺 想不到她那麼上鏡 因為我那天拍照拍得不太好 她的Tweet其實是一些粉紅色 粉紅其實是偏向小朋友的粉紅 不是那些很dusty 或者是大人的粉紅 然後有一些米白色線 有一些黑色線 還有一些啡色線 它這個Tweet我覺得不是特別成熟的那些款 它是一個17cm的方半紙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之前的Chanel Collection 或者平時的Q&A 其實它是我在Chanel裡面最喜歡的一個袋子 我覺得它是最實用的 方半紙和長盒紙 都是我覺得大家如果看到真的要入手的 而且它是真的很能夠裝的 裡面也沒有多個flap 現在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還有一個內格 還有一個拉鏈內格 正面這個位置就有他們現在的Chanel標誌 後面就還有一個暗格仔 這個暗格仔其實真的很小 但是可能放到一些很薄的酒精初手液 又或者是一些卡 小小東西而已 電話 如果你插進去應該就會露出來 另外一個令到我真的會買這個袋 原因呢 我家的17cm方半紙 是沒有金球的 它是有金球的調節扣的 所以它是可以變成一個短的袋去揹 也可以做cross body 退稅之後呢 其實大概就是33000左右的港幣 這個袋其實在香港的定價都不是很貴的 它跟法國的價錢在退稅之前其實是差不多 37000-38000 總之當日就真的很幸運 因為我拿了這個袋出來之後呢 其實在場還有其他的客人去問我的SA 有沒有這個袋 只有這個 所以我就買了它回去吧 沒想過英國有什麼好買 因為現在英國脫歐之後已經是沒得退稅了 但是呢 這個Pantanigan的香水呢 我一向都是想買的 我覺得好像在倫敦買的感覺 好像再有紀念價值一點 每次去旅行我都會買一些香水蠟燭的東西回家 那我就選了這個Lady Blanche 本身其實都挺喜歡Baredo的那個Blanche 其實有一點點像 有些滋粉味 有些爽身粉味 有些女性的花香 有些清新的那些金骨香味 香港都有專門店的 我記得K11已經有的了 大家記得去試一下這個味 是我在這個品牌裡面最推薦的味道 很漂亮的 那個瓶超有質感 Selfridges的牛仔褲部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些下半身極肥胖的人 其實很難買到牛仔褲 通常我買到一條就會喪著 那這次她都是碰下運氣的 我試了一些mother和frame的褲 最後就選了一條frame 因為我發現在我的身形上 我是穿一些微喇叭的褲 好像是最修飾身形 她的顏色本身都長得很好看 那個質地是非常之軟 軟熟得來太軟的牛仔褲 其實就會不夠拉住你的腳 但她這個都挺夠力 穿起來都是很舒服 它是一個高腰的款式 不算是最經典的那隻藍 比最經典的那個稍微淺一點 最漂亮的位置 其實就是她的褲腳 這個喇叭是開口的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 FARFASH那些網站看一看這條褲 我覺得跟我差不多身高 我是169 然後跟我差不多是下身肥大屁股的女生 不妨試一下這條 倫敦的第二件 就是Another Story的一件大褲 真的很厚身的 羊毛大褲 好像是60%的 褲子 質地都是非常之軟熟 Light beige 和燕蜜通之間 穿得人的膚色是很白的 純粹是一個很簡單的款式 中間是沒有樓 有肉袍的款式 就是要綁繩 然後有兩個大袋 大概是265磅左右 Burberry的Cardigan 一個童裝 尺寸14 在香港是絕對極難機會找到 而且他們不是每個版型的14 我都一定適合 所以當去到HAROS 看到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他又有馬 一試上身 救命超級漂亮 而且它的質地是很好 它是烏 它的烏是完全不吉肉 到今天我穿了兩三次 其實都很軟熟 真的就算你是遊船河 有風吹著 都OK不會入風 功能和外表都很在線的衣服 不是只有樣子 格仔Pattern雖然是有些土豪 有些俗氣 我都明白的 但當你搭配得好的時候 其實它都是一件很classic的一件衣服 永久都可以存在 如果我條命長到80歲 我這件衣服是可以穿到80歲 450磅 0-16歲 同裝在英國是沒有碎的 阿波叫我買的 都是同裝來的 一個Chloe的斗篷 我現在這樣拿上來好像有些地毯感覺 Laura Piana的那種 低調有氣質 同裝的14號 Cotton和Woo 相對之下 這件和剛剛那件Burberry 這件是重很多 繼續是媽媽偷買同裝系列 我本身就有一件 背心乳翁 跟我媽媽以前分享的穿 我打算隨心看看的時候 又在同裝上看到 隨心試一下 尺寸14 真的很多都適合 這件是645磅 白色的毛毛乳翁 這件我轉頭應該都會出去穿 最喜歡就是這個毛毛嶺 因為它不是大人的肌肉浮誇 比較小朋友可愛的毛毛 其實是米白色 我覺得都比較適合膚色 而且容易適合衣 最重點就是它比較偏短身一點的Crop 不是因為好像你買小朋友的衣服 而買到它短了 真的好像大人的衣服 但它Crop比較短 在法國走一些小眾 或者設計師品牌 只買了Amy的兩件事 第一件其實是買給阿曉的生日禮物 是它們一件今季新款的Cardigan 這款中極高級 其實我自己都很心動 不過我覺得我好像真的有很多這樣的開空冷衣服 所以就算了 簡單款的T-Shirt 全部都是unisex的 平時如果真的沒有試過上身 或者看看適合的顏色 我覺得它的Cut很多都不是很好看 我之前試過買過都不好看 這次剛巧試了一個相對之下是比較好看 因為它比較小 它的衣服雖然都偏闊 但是它的手袖位是鬆得來是小 我之前很喜歡那些GU T-Shirt的版型 雖然它的領子都是很高的 但你相信我真的挺顯瘦的 好像叫做Straight Cut 貴的部分應該就說完了 剩下的都是一些同妝東西 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無聊東西 這個是一個法國的同妝品牌 其實香港都有的 那個Logo是這樣 但剛巧我真的連續幾天走進去 都看到這件衣服 覺得很漂亮 那個領子和配色 就是一件荷葉領子的長袖衣服 它的領子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就買了 29歐 媽媽們都買封吊的Nyx 我知道Nyx是有得寫香港 但是不知為什麼 我是很喜歡現場購物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開心 粉紅色的毛毛背心 這個毛毛是真的超級軟 是有這個Fur仔的感覺 我想豬仔就會很喜歡 這個其實都是16磅 然後這個超級漂亮 如果有大人包 我都會買一件彩虹顏色的長袖 好像冷衣一樣的one piece 又保暖又 很軟的質感 不會起毛粒的那隻 16磅而已 超級有趣的這個牛仔裙 這個都很軟的布料 13磅 兩雙漂亮到哭的小朋友鞋 質地超級好 這個白色猩猩的包子 我覺得容易一些襯衣 然後豬仔最喜歡粉紅色 買沒辦法 又是買一些他最喜歡的東西 這個是淡粉紅色 加這個很漂亮的蝴蝶 這個我都相信他會超喜歡 瑪莎在英國的童裝 又便宜又漂亮又多款 想說幾個無聊東西 瑪莎在香港是有罐頭湯的 這一款是超好喝的 本身罐頭版 然後在英國竟然是有沖劑 我就買來試試 超級漂亮的公主圖案 是11.5 看上去質地很好 很軟熟 我就買了兩包 另外一包是給同學仔的 超級漂亮的 這個巴黎姆造型的 8.5磅 Yonico也不是這個價錢 真的很便宜 而且它的質地看上去也真的很好 這件外套 漂亮到哭入 很清新的 這個紫色綠色花花 防水料 就算它秋冬天可以在歐廷 都防風 通常防水的都是防風 裡面還有毛毛 即是保暖 可能上學一件已經完成了 超級好的 一件上學衣 還有Pocket 可以放一些無聊的東西 30磅 都很划算 其實300元平時買到什麼 NEX的男裝和馬西的男裝都很漂亮 所以三仔的媽媽都會失控 很漂亮 真的不買對不起阿曉 所以我買了給阿鄧 漂亮到瘋了 除了一條垃圾之外 都很少有這些沙裙 不知道這些裙子 可不可以拿來跳舞 超級漂亮 然後還有這些聖誕裙 超級軟熟 然後很可愛 買了人一條給包子 還有我小嫉妒 很隨便的家庭 也買了給包子 最後一代同妝 ARKET 這個是大人和小朋友的衣服 還有它也像Another Story 會有家品和食物 也很好用 為什麼我買這麼多口袋給豬仔 我都忘了 非常經典 看上去都好像很高級 不是很同妝的一件黑白格子 其實就貴一點 67磅 又是彩虹印 然後這個pattern 又是如果變成大人衣 我都會馬上買的 超級漂亮 雜色的混蛋衣服 這間店的衣服 普遍跟COS差不多價錢 還有它這個要47磅 今天要說的戰利品就完成了 多謝大家收看這次的影片 如果喜歡就記得給我分享 記得按讚這條影片 按著小鈴鐺 我下次出片就收到第一時間的通知 記得追蹤我的社交平台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我是 være 超級漂亮的 其實 Fleet